赖清德内阁上任即将满月前夕 总统蔡英文接受平面媒体专访 谈到赖魁的强势个性 表示两人几乎是没有磨合棋 强势的人在一起并不坏 只要我们在任务跟功能上有互补分工 虽然被外界称作是民进党的两个太阳 蔡英文称赖赖清德政治经历丰富 又有地方行政上的历练 刚好两人的功能性互补性很强 在政策讨论上没有出现过重大歧见 但赖清德上任后再三提到自己的台独立场 是否让蔡英文难以掌控 我们有简短的讨论过这个问题 因为基本上一个总统不可能去规定 他一定要讲什么 或者要怎么讲什么事情 那我们会做观念上的沟通 而另一位跟小英关系微妙的 就是台北市长柯文哲 近期频频炮打中央的柯市长 即使在全代会上通过了俗称的柯文哲条款 2018选举双方的进和关系变数还很大 不是针对柯市长一个人 他是一个整体这个党的对于将来要形塑 在2018年的这个选举里面 我们要形成什么样的合作 我们所通过的其实保留了一个战略的空间嘛 谈到选举身兼党主席身份的蔡英文 对北市长提名采开放态度 也说民进党有自信处理和不同对象的竞争跟合作关系 面对镜头侃侃而谈 如何确保执政拿回民意 成了小英上任之后最急迫需要解决的难题 华语新闻综合报道